左边是UP,右边是羊神,比分是来到了8比6了 UP掌握了场上的优势 比赛规则是一个主力加两个问号 一出两问 甲盘现在要玩一个四曲翻盘吗 空沙尘一段,再几百战,空沙尘第二次 徐环起来 准备上一个凤凰角 不接了,接了一个空沙尘第三次 轻腿空沙尘呢,现在 居然来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四曲翻盘 还不错 中间UP这边是随到了拉尔夫 手底是暴走莲娜 羊神现在只剩一个 清拳 好的,这里要接一个麦粉的空中路的话 我对艾茨做一个确认 怎么办 呦,smile回来了,晚上 感谢smile的这个什么 行光帽 谢谢smile的支持 那现在 好久没看到你了 兄弟啊 对 忙啥呢 大半夜的 还没休息呢 主播酷酷的 感谢拼搏的支持 谢谢 那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路过的话 我给主播可以点个关注 暴走莲娜 是阿波特 决队的阻力 目前他要用一个人打对面的梁古尔雪 杨森这里还有机会吗 优势是在杨森这边的 两个人 本夜公子是与飞 过后独兄弟回家 来 只要给暴娜一个 中全的机会 那就赢了 哎呀 不用看了 这个手刀压上龙 打完之后 杨森的 板鸡头马就没有了 只能靠 最后的暴露 八神来找回点场子了 欢迎见平子的阿吉朋友 晚上好 两个暴露角色 可以发单单之后 追加一个戏风可气的地方 出想法了 目前暴露莲娜 要面对的就是 杨森这波犀利 朝杂克上去 没有枪反 只能眼中看到 被八神 注入一股能量 那现在赢了 又打一个黑光啊 30连 刚刚好 30连 是不是很帅 我说的没错吧 这把二批能赢 这把应该是 阿婆能赢 会不会阿婆赢 欢迎闲逛 到处留打朋友 晚潮呢 现在的比分是8比7 只有一分的差距了 花钱也下 这把阳神赢了 好 看你猜得对不对 好吧 这把阳神真的能赢了 因为他这里是相当于两个主力 对不对 相当于两个主力了 问题不大的 上手用七加射干掉了阿婆的手法 阿婆的中间是选择的克拉克 克拉克用来打阳神的七加射 说实话 有点难 有点难 下清拳 前加逼之后 确认一个对准冲击 对准冲击 少被杀击 两个了 没有在板边 没法再连 那现在阳神还是掌握 尝尝绝对优势 手法 挑递堆之后 再接招拳 哎呀 简直不给对方活路了 一条三 看来是没有跑了吧 能不能打推挑战 兄弟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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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打出一条三 不过这把阿婆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理论上是可能三按三的 不过对老杨这边两管蛮血 哇靠 这大猪完全没有 没有占任何便宜啊 枪反 这边崩娜已经没有枪反了 没有枪反只能挨斗了 没有枪反 杨生赢了 这波连招打完之后 杨生就把比分打到8比8平 爪子马上确认平常之言 再跟上鬼话 千月夜 可惜啊 再给他一次血 还能追加一个黑光呢 现在 8平了 双方打成8比8平 这比分就是这样啊 你赢一分我赢一分啊 你猜对了吗 朋友们你觉得这把谁赢 是阳神继续赢还是 阿婆能赢 欢迎海哥 零节能 不通宵啊 不可能不通宵的 不通宵 不通宵太难受了 没必要不通宵啊 为啥不通宵啊 不完这把我就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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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都已经拨了一个头了 我不可能 拨了一半把你们扔下来 我就下了 怎么着我也要把这个比赛给他拨完 咱们再下 对吧 有始有终 美臣东东啊 众神的影乐 咱们来看这场比赛吧 这是一个主力加两个问号的规格 一主二问 神之上帝啊 欢迎大家聊到这边 欢迎 扎扎小日期 子龙 8比9啊 9比8 9比8 阿普拿到了费点局了 你觉得接下来这一个B 谁能赢 是羊神赢还是阿普能赢 9比8比 9比8比 如果取消暴躲的时候 观赛还会高很多 对 谢谢等龙的灯牌 谢谢扎扎小儿戏的灯牌给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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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 欢迎大家回家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是阿普 对战羊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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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好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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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控分 这把我觉得阳神能赢 你们觉得呢 回曼尊拉滑 MITIO 谢谢你的灯牌 你们猜是不是这把阳神能赢 女的伤害太高了 这个版本是民间个人买版 一个爱好者改的游戏 就是一个娱乐性的版本 不要太认真 这个游戏 这游戏你就看个乐就好了 不要太跟原版 去做比较 没法比的 就是看个热闹就好了 这个版本 就是纯娱乐的 这个版本就是让你看脸招的 各种天马行空脸招表演 强反出现了 但是阳神这里绝对的血量优势了 他还有强反没有用 八九里强反 双方都没有强反了 那么就看这个先手 你看完了 九平了 九平了 我说没错吧 欢迎长风破浪朋友 双方 打到九平了 那你觉得谁能赢 双赛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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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崎俊 你好 杨神能赢 米提友 欢迎 杨 咪 YXCM 感谢的玫瑰花 尼比鲁你好 我就说 刚才我说了这把能打九平吧 白白发胎啊 你觉得这把谁能赢 你觉得这把谁能赢 觉得阿婆能赢个六 觉得杨神能赢个九 觉得杨神能赢个九 神级男人 恩佐尘 红丰 红丰是 阿婆 藤金的主力啊 杨神是卖主啊 回到板边 准备来火炙他了 红丰 现在还有六秒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完全 没有 得到什么好的一个发挥啊 被杨神干掉了 受罚 布莱恩是他的中间 手底是莲娜 好吧 架不来了 架不来了 已经架不来了 不得不承认啊 布莱恩这个大块头 这个叔叔真的是太狠了 相比较圆 也不来人的伤害啊 也只是稍微做了一点 调整而已 没什么太大变化 好 大半年来了 过年好 一二三 还没完 再来一次 一 一 哎呀 是吧 就这样 阿剑啊 一主两问 对 一主二问啊 欢迎韩公子兄弟回家 还有 两声 现在只能靠爆发这个高机动性来给自己导出一点破战来回来 加油大喵喵 没毛病 想一条三不可能 回misskathy 带到 打快潮被放倒了 那现在又回到圆顶 还是靠 两个暴斗 还是靠两个暴斗 说实话打到底这个游戏还是靠最后一个人打 前面两人可以忽略了 忙活在这呢 也没有用 还是靠地后这个人 好 现在是暴斗状态 再把气爆掉 连纳加气是非常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敢暴斗的原因 相比他而言 暴斗的加气做的都慢好多了 好 往这边摔 前充 法神现在有一期待手 阿普 相反没有用 用了 相反前面用过了 直接十比佑 恭喜杨神拿下阿普 恭喜杨神拿下阿普